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咱们结束的时候 我就说了 咱们这个大清朝 评判青海罗伯藏丹金的战役 结束了 这结局呢 是这清朝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 打跑了罗伯藏丹金 这罗伯藏丹金最后 只能是化了女装 带着自己的家小 突围出了包围圈 跑入了准夹韩国 跟着这位青海管事亲王 罗伯藏丹金一同叛乱 惹惹敲大罗的那些 胎记也好啊 牧民也罢 最主要的就是 寺里那些喇嘛 最后的下场 要比起罗伯藏丹金来啊 凄凉的多 战争后期 年庚瑶月中旗的部队 抓住人以后啊 只要审明和叛军有关 基本上都是成部落 成寺庙的斩杀 对了说你这村子呀 和这个叛军有关 你曾经依附过叛军 整个村子无差别 全杀 一座寺庙如果是主事僧团 与叛军有瓜葛 这座寺庙所有僧人全杀 本来咱们是想啊 翻回头来 要讲拉萨的故事了 咱们得围绕着 这个拉萨的僧团 讲咱们这个故事系列 可是我看了看呢 咱们这几集的播放量 这听众好像对清军诛杀叛军 以及跟随叛军的僧众感兴趣 那既然您要喜欢就好办了 那咱们尽量啊 就多安排这些个环节得嘞 这精彩的故事这就来了 其实啊 这罗伯藏丹金造反以后 没多久就后悔了 为什么呀 他虽然发现呢 参加自己会盟的人数众多 大概有二十几万 但是啊 绝绝绝大多数 都是牧民呢 僧侣僧团呢 还得算上他们的家卷 真正能杀能打的没多少 手里的武器呢 哎 也都不全 那什么时候 他对这次叛乱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呢 就这月中旗带领三千四川兵啊 突袭了郭宫寺 杀了成千上万的喇嘛 哎 这庙里连一个喘气的都没留下 窝里的耗子都揪出来摔死了 这罗伯藏丹金听闻此事之后啊 吓得够呛 于是他赶紧呢 向这个大清朝示好 年前跑到他大营当中 劝他投降的大清礼藩院侍郎长寿 被他扣在了军中 他现在呢 一看啊 哎 这可能是根救命的稻草 于是好吃好喝好戴上 把这长寿啊 又送回了清军大营 而且托付这位侍郎长寿啊 给这个大清皇帝 雍正皇帝就写了一封信 什么信呢 启祥信 雍正皇帝表示 去你帝绝对不接受青海叛军的投降 这新登基的雍正皇帝 已经把罗伯藏丹金青海叛乱 写进了他的这个计划书当中 什么计划书啊 新皇上任的三班府 哎 这罗伯藏丹金呢 让皇上黑上了 要拿你啊 立威了 这皇帝要想杀人立威啊 那肯定是堆尸如山 血流成海 这青海上下寺啊 东侧部啊 有三百多户藏人 以及庙里的喇嘛 参加了这个叛军的会盟 哎 大清朝调查清楚以后 认为啊 这些人全是叛军 于是把这三百多户藏人 全部斩杀 这庙里的七百喇嘛呀 听说山下杀了人了 立刻就害怕了 由这个大胡佛带领 初次投降 结果七百喇嘛 一个没留也全砸了 清军行军当中 只要发现这个藏人的部落 与叛军有勾结的 那是全部禁杀 一个不剩 那么今天咱们的主线故事是什么呢 这主线故事啊 我要给您交代一个人 一位活佛 那现在说说也可能不是一位活佛 那至于是几位怎么个故事呢 哎 咱们慢慢的捋着说 这话题啊 就得推演到这战争的一史 哎 从这个罗布藏丹金的青海湖畔会盟开始讲起 咱们知道啊 这青海湖会盟 十七家返王 这十七家返王啊 都是赫硕特韩国当年在青海一带的王宫 这里边呢 按照人家蒙古人说呀 有胎记 有昏胎记 按照这个大清国后来赐封的绝号啊 有什么贝勒 贝子 郡王 亲王 对啊 最大的爵位啊 就是这罗布藏丹金嘛 他就是亲王 那这些人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实力和大清朝比起来差的过于悬殊吗 他们知道知道还造反呢 有两个原因 哎 第一个原因呢 这些个台籍们呢 哎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故事函的后人 也就是说呀 哎 这赫硕特韩国原来是人家家的 就跟这个大清朝啊 是爱心觉罗的一个意思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宗教的加持 这些个台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哎 他们都主信皇教 除了家族荣誉和家族利益之外 把他们忽悠来的就是一位 大活佛 是谁呢 就是这青海塔尔寺的查汗 诺门罕活佛 今天咱们故事其中一个谜团呢 就是要说说这位查汗诺门罕活佛 那首先我们要交代两个信息 这两个信息都是什么 都是结果 第一个信息啊 就是查汗诺门罕活佛 这查汗诺门罕活佛参加了叛乱 并且是这叛乱组织者二号人物 那这第二个信息呢 就是青海叛乱呢 结束以后雍正皇帝在青海地方 建立了三十个扎斯克旗 这扎斯克旗啊 咱们讲过 那您看啊 现在咱们提这个内蒙的什么什么旗 什么什么旗 几乎啊 都是扎斯克旗 这是清朝啊 对蒙古的统治 那咱们简单的说吧 到乾隆年以后啊 这个内蒙古 设四十九扎斯克旗 那区别于他的呢 就是内蒙古以外的蒙古设一百四十九扎斯克旗 管理办法上虽然有区别 但是意思都是一个 把这些蒙古人所在的地区 化成豆腐块 分成扎斯克旗 各个旗都有领主管理 俗称叫做管事王爷 这些管事王爷的土地是早就化好了的 首先呢 不能互相勾结 不能私自接触 更不能互相攻伐 虽然呢 这清政府这么做是有利于他管理 但是也从一方面 进化了这些蒙古人 自此以后 这些蒙古人就很少再相互攻伐了 因为这个蒙古人居住的地方啊 生存条件都很恶劣 所以呢 因为一个小事情 比如说土地牧场啊 牧民牲畜的归属问题 经常打仗 这么一来呢 各自有各自的活动区域 谁也别越界 谁也别跨界 在青海的这个三十个扎斯克旗当中 就有一个旗啊 叫做诺门罕旗 这是大清朝在扎斯克旗制度当中 非常罕见的一种旗帜 叫做喇嘛旗 这个喇嘛旗啊 出编户有四百余户 以藏民为主 可现在话说呀 这地域啊 大概就是青海的尖扎县 画龙县 德桂县 贵南县 同德县 钢查县 海燕县等地 那这会一问就来了 查喊诺门罕活佛呀 在这个战争的中后期 就被弄死了 可是 这查喊诺门罕旗 是哪来的呢 我还跟您说呀 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 所以说这查喊诺门罕活佛 有两位 那咱们呀 就先捡那不热闹的说 哎 就先说这个后来被封为这个查喊诺门罕旗主的这位活佛 这位活佛呀 这位活佛呀 叫白佛 人家有士奇的尊号 叫夏荣嘎布 是青海当地呀 一支活佛转世世系 早在明万利的时候啊 哎 这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加速 在青海 会蒙 安达汗的时候 会蒙结束以后 这安达汗的儿子 叫做火罗赤 请求这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加速 说您呐 得在我们这儿啊 哎 讲经说法几天 那索南加速说呀 我呀 还有别的急事 要去办 所以说呢 我在这儿留下我一个徒弟 也是一位高僧 叫做错涅加速 让他在这儿登台讲法 这错涅加速登台讲法之后啊 深得这些教民的崇派 于是这火罗赤 就把当地的一个寺庙 叫做阿卡 将取林寺 就给了这位错涅加速 自此这错涅加速 就留在了青海 成为了青海的一辈高僧 哎 这错涅加速 就是第一世的下荣嘎部 大明朝给下荣嘎部的 册封的封号为 阿嘎杰格嘎部 并且呀 有金印金策 这格结呢 就是转世来的意思 嘎部就是白色 所以呀 大家都称呼这位活服 为下荣嘎部 就是转世来的白色 佛的意思 康熙四十四年 大清朝廷又封这位 夏荣嘎部为 查罕诺门罕 所以在大清朝的 官方文件上 这夏荣嘎部 就被称为 查罕诺门罕 活佛 这位活佛 是一直拥护 大清朝的 所以呀 在这个 雍正年 结束了平定 青海 罗伯藏 奔增之乱的时候 他才被封为 扎斯克喇嘛 他地位 虽然不是很高啊 但是他都区别于 藏传佛教的四大活佛了 达赖 班禅 张家 哲不尊 丹巴 这四位活佛呀 虽然是藏传佛教的 顶尖人物 也能对所在教区 施加政治上的控制力 但是他们都没有 世俗的身份 唯独这位 查罕诺门罕 活佛 他还是这只 扎斯克旗的旗主 和那些别的旗主 王爷们 平等 那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点 您知道了呀 也没有什么坏处 算是以增弹资吧 那么在战争后期 被年庚瑶杀了的那位 查罕诺门罕佛佛 又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呢 咱们得交代清楚 如果说 这个查罕诺门罕佛佛呀 他也是真正的名号的话 那么就说明了 这查罕诺门罕 只是一个荣誉称号 只要你达到一定高度 谁都可以叫 所以在青海的塔尔寺当中 有一位活佛呀 他也叫做查罕诺门罕佛佛 就是这位活佛 煽动了十七家反王 追随罗伯藏丹金的叛乱 那咱们也知道 这个追随罗伯藏丹金叛乱 支持罗伯藏丹金叛乱的 不是他一家活佛 大活佛就两只 还有这个三世张家 只不过呢 这三世张家还小 后来又被雍正皇帝 接到了北京 长大以后 仍然是大清国师 表面上看着呢 是清政府和张家仪系啊 达成了谅解 实际上不是 雍正皇帝呢 就不信这么一个七岁的孩子 会造反 哎 在这儿着重的得说一句 有人就认为啊 查罕诺门罕在战争结束以后 也得到了朝廷 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谅解 所以才封了他扎斯克其其主 实际上不是啊 这不是一个人 这个查罕诺门罕佛 之所以死心塌地的 他得叛乱 原因很简单 他也是故事寒的后人 他是这个反王 罗伯赞丹金的亲侄子 也有一种说法 说他是查罕丹金的亲侄子 罗伯赞金的远房侄子 这种说法不可信 因为查罕丹金 跟罗伯赞丹金 本来就不是一个辈儿 所以说啊 我还是相信呢 他是这个 罗伯赞丹金的亲侄子 所以说这位活佛 在这次叛乱当中 才使这么大的劲 卖这么大的力 最后啊 才把脑袋混没了 这把脑袋混没了呀 我说的是清的 之后咱们要讲 杀活佛的这段故事 不是我编的 有一本书是清拜成书 名字叫做清拜类钞 这里边呢 写的很详实 我呢 无非是给您解释解释 这书中说呀 这仗义开打 大清朝的平叛部队 如崔库拉朽一般呢 在青色高原 剿灭这些叛军 连庚摇啊 拿下了塔尔寺 月中其火烧了 锅龙寺 那其他一些呢 参与叛乱的大小寺院 相继投降 这些普通的喇嘛呀 几乎就当场斩杀了 唯独这个有活佛称号的 这些喇嘛 被留了下来 压到了塔尔寺 关于这个查汉诺蒙汉 活佛被年刚瑶杀了 这事儿有良重说法 咱们先拿这个简单的 往头了说 就是说呀 这大势与去 查汉诺蒙汉 帅领塔尔寺的僧人 就投降了年刚瑶 这年刚瑶一看 这个查汉诺蒙汉 活佛来了之后啊 二话不说 手起刀落 就把活佛给砸了 砸完之后啊 还把这个手机 就扔向了僧众 跟僧众说了一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 活佛 活佛 也不过如此 那这是简单的 清拜类钞里边 讲的第二个说法啊 那就复杂了 清君呢 把这些寺庙当中的活佛 有时候十个的 有时候八位的 都集中到了坦尔寺 年刚瑶啊 集体审慰 他说呀 你们作为宗教领袖 加入叛军 支持叛军 是想死啊 还是想活 那有的喇嘛说不知道 有的喇嘛说呀 我想死 有的喇嘛说呀 可能我死不了 那也有的喇嘛说呢 我死啊 就是佛法不灵 我不死呢 就是王法不灵 那年刚瑶一听啊 那你们说的对 于是呢 就把这些人全杀了 那也有两个喇嘛表示啊 死为将军之法 不死为将军之恩 这年刚瑶一听 你要有这个觉悟 那你就知道了 无论你的佛法 有多高深 这个王法 是不容触动的 于是就把这两个人饶了 最后一点数啊 在塔尔寺门前 斩杀了八位活佛 这八位活佛 可不是普通的喇嘛 是真正有活佛称号 活佛封号的喇嘛 有人就说呀 在塔尔寺门前 今天还立有八塔 为什么呢 就是埋葬了这八位活佛的灵谷 并且有细心的朋友 还发现呢 青海东科寺门前 也有八塔 有人就说了啊 这八位喇嘛当中啊 有可能有东科寺的高僧 那么说清拜勒超这种书 记载的东西准不准呢 有的内容准确 有的内容啊 纯属易造 那这个内容准不准确呢 那你还得自己去分析一下 那这几小故事呢 咱们就基本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清平卢不藏丹金之乱之后 大清朝对青海的这些寺院喇嘛 是怎么看待的 可以说是恩威并重 得了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 明天早来 咱们是明天 接着聊